赵秀看了看天色 好像又要下雨了 不由得抱怨起来 今天是怎么了 明明昨天还是大晴天 今日就雨下个不停 刚才回家路上就下过一场了 现在天黑了还下 有完没完了 赵伟说道 夏天里雨多也是常事 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下过雨后 天气凉快些 你不是总说天太热了 冰用得多 身体容易受寒 还是吹天然的凉风更好吗 赵秀看了他一眼 没有吭声 赵伟审的 你不说我也知道 今儿夜里下雨还没什么 可是若到了明天 这雨还不停 你说好要再去王府探病的事 可怎么办呢 赵秀瞪了哥哥一眼 脸却先红了 张氏从里尖探头望来 你们兄妹俩在说什么呢 外头又是风又是雨的 当心打湿了衣裳 赶紧回屋里来 赵秀连忙跑回了祖母身边卖萌 我跟哥哥说笑呢 回头用威胁的眼神 瞪向了赵伟 赵伟面带微笑 湿湿然回到原位 祖母 今日雨大 也不知道书馆那边 会不会受影响 孙儿明日想过去瞧瞧 嗯 是该瞧瞧去 张氏点点头 又对赵秀说 你明儿也跟你哥哥一块儿去吧 近些日子 书馆的事都是你在操持 比他知道的多些 回来的路上 顺道去方家看看动静 若是他家闭门谢客 就先回来 若是可以让人进门 你进去看看方家五姑娘 他家遭了这样大的事 连他姐姐的婚事都可能受累 你做朋友的 少不得要安慰几句 再者 你们小姐妹几个的聚会 怕是不能进行了 也要跟人说一声 赵秀连忙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天气依然阴沉沉的 看着随时都会下雨的样子 赵秀还惦记着高真那边 不过既然答应了 要跟哥哥赵伟一道出门 他还是穿戴好上了马车 跟着哥哥上明知书馆那边去了 明知书馆接近视察海 地势本就低些 张氏曾经担心雨水一大 这屋子就会受烙 把屋里的书给抛坏了 索性去年赵秀搬进来后 就对房子的排水设施 做了些简单的整改 祖孙三人搬进侯府后 他又借着整修三间宅子的机会 让工匠们重新疏通了下水道 当时只是想着这书馆里都是书 水火都是大忌 所以各种防范措施都要做足 院子里摆上几个装满了水的大瓦缸 每个院子的排水坑也要挖得够深 没想到书馆还未正式开放 这些防范措施就先派上了用场 除了东莞后院的角落有些积水外 书馆大部分地方都未受到大瑜影响 赵魏心中庆幸 嘱咐了工头注意整修 也就放心了 明知书馆此时已经基本完成了硬件的修整 故来的童生秀才们已经开始将一箱箱的书 分门别类整理好 摆到书架上了 赵秀事先叫人定做的逐质借书证 也做好送来了 还有六个缩银本 也整整齐齐地码在书馆正院的厢房里 等候学子们随时前来查询 赵秀来到乡房里 翻开其中一本缩银瞧了瞧 上头的字迹十分的熟悉 正是他亲笔所写 这第一本缩银就是他编的 作为范例 给其他雇来的读书人们做榜样 照着格式做成了剩下的缩银本 他瞧着那白纸黑字 整整齐齐 清秀有劲 又不录规格交气 心里挺满意 再走到其中一间书库里 看着书架上已经摆放好的书本 有好几本也是他抄写的 在书的最后一页的下方 落有明知堂款 书馆名为明知 这里所有的书都有明知书馆藏的印记 但明知堂却跟明知书馆不一样 书馆里的雇员们都清楚 只有赵家祖孙三人才会用这个落款 代表着书馆真正的主人 但赵伟很少用这个款 他一般会直接写自己的名号 而张氏又从不让自己的笔墨流传在外 因此在这座书馆中 会用这个落款的抄书人 就只有赵家大姑娘一个 当然 在世人眼中 规格中笔墨是不该外流的 可人家姑娘又没署名自己的名字 自己也没有脂粉器 赵家不提 外人又能说什么呢 赵秀将书放回书馆上 扫尸周围 心里还挺有成就感的 根据这屋子藏书的类别 里头至少有百八十本书 是他亲笔所抄 不比任何一个雇员差 谁说女子就不如男呢 赵秀面带笑容 想要往屋里走 忽然瞥见了屋子尽头的竹屏风后 隐约有人影 似乎是个男的 正符案书写着什么 他眨了眨眼 安静地转身往外走 真是奇怪 他们兄妹今儿过来视察 所有雇员都在外头 跟赵伟说话 他以为这边屋里 应该没有人才对 怎会有漏网之鱼 幸好他及时发现 才没有遇上 出了屋子 赵秀站在廊下 看着赵伟已经嘱咐完雇员们 便走过来与他会合 如何 他们把书收拾得还算齐整吗 可是照着你的想法去做的 赵秀点点头 嗯 他们做得挺好的 顿了一顿 凑过去小声说 屋里还有人在 是个男的 吓我一跳 不过他好像没有发现我进去了 赵伟哑然 连忙进了屋 不一会儿 里头便传来 他和别人笑得十分爽朗的声音 赵秀在窗外听着动静 发现屋里那位原来也是熟人 正是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尚琼 早就听赵伟说过 尚琼近来对明知书馆的藏书产生了兴趣 几乎天天过来借阅 因赵伟没少向他请教学问 因此就对他大开方便之门 他既然不是书馆雇员 那老板来了 自然没必要出来迎接 只怕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学问的海洋里 要不是赵伟进去打招呼 等他们兄妹走了 他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来过呢 赵伟也知道尚琼的脾气 打完招呼 随意说两句话也就出来了 他对赵秀笑道 上兄近日常来 里头有个小隔间 原是我给自己备下的 需要查书温习功课时 我就到这里来 上兄如今就在那小隔间里看书呢 先前是我疏忽了 竟没发现他在屋里 赵秀心道果然如此 也不计较 只问道 天气阴沉沉的 若没有事 接下来咱们是去方家呢 还是回侯府 赵伟想了想 先去方家吧 只是过去慰问一声 若有灵堂 就意思意思上个香 若没有也就算了 耽搁不了多少时候 赵秀硬了 兄妹俩出了书馆 天就下起了牛毛细雨 赵秀怕哥哥林雨骑马 会着梁生病 就让他也上了马车 两人坐车 来到方家族人聚居的那条街 发现里头安安静静的 几乎不见有行人经过 家家户户都是大门紧闭 方四老爷 方艺山家的门口屋檐下 倒是挂了盏白灯笼 门口的对联也换了白纸的 但除此之外 并不见有其他丧家迹象 若是摆了灵堂 至少也会有诵经声 主家也会门户大开 随时迎接上门吊宴的宾客 不过考虑到方艺山死得不体面 他老婆孩子也不知 从狱里出来没有 赵秀也能理解方家 不欲张扬的想法 他犹豫了一下 才问赵伟 哥哥 看着街上如此冷清 你这位贱男侯要是一露面 只怕太过引人注目了 你虽还未入朝 但也是有绝在身的勋贵 大朝会上是有你的位置的 可别惹什么麻烦才好 不如让我一个人去吧 你就待在马车里别出来 等我完了事 咱们一起回家 赵伟也有些犹豫 他是贱男侯 他出现在方家 与他家女眷出现在方家 那所代表的意味是不一样的 他与方家本来也没什么交情 也没必要为了方家惹来非议 于是他就同意了妹妹的建议 马车行驶到方家敌之大宅门前 靠着路边停了 婆子打着伞接赵秀下车 赵伟连面都没露 继续地坐在车厢里 还翻出了一本 刚从书馆带出来的名家文集 借着窗外的光线看了起来 赵秀进了方家大门 得了消息的方太太和方仁珠 早就迎出二门来了 天正下着雨 他们简单地寒暄了下 就急急进了花厅 方太太看起来对赵秀 在这种时候依然感到方家来做客 觉得非常的感动 哽咽着连声地道 谢谢 赵秀只能干巴巴地说些安慰的话 让她放宽心 方太太叹了口气 唉 祖人创下如此大祸 我们未受牵连 已经是还恩浩荡了 能得到如今的结果 我不知在祖先的灵前上了多少次香 感激祖先保佑 如果这样还不能放宽心 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方艺山的案子很快审完了 对她的处置也下来了 她本人已经死了 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但隔职抄家还是免不了的 幸好她早已分家 因此受累的只有她这一房 方家其他族人并未受牵连 她妻子儿女都被判了流放 地方倒不是太过偏远 在岭南端州 家产奴仆没入关中 她家大部分下人都是雇来的 或是装上的电农 如今已经散了 家奴则被官府带走 这两日都是族人们帮着料理丧事 她的遗体被官府发还 方家人心里怨她的有 害怕惹祸上身的也有 都不想节外生枝 因此明明发现她的死因 跟官府公布的有出入 也没人提出来 大家都只想着 简简单单把她的后事办了 尽了族人的义务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嫡之 或是她的家眷算了 方太太与方三爷 已经出面去打听过 官府还未点头说 方艺山的家眷 几时可收属 因此方家暂时还不能将 方四太太母子等人数出来 不过想到他们流放的地方是端州 并不是什么偏远穷困的地方 虽然路途遥远些 但族人凑些银子打点打点 也能让他们母子四人少受点罪 因此族内并不是非常忧心 方太太便借机向族人表明 愿意为此出力 倒是为嫡之挣回了不少印象分 嫡之一脉在族中的声望 也见有恢复的迹象 这些话方太太自然不会跟赵秀 一个外人细说 因此简单聊了几句后 便笑道 哼 我知道你们女孩家 一定有不少私房话要说 我也不爱着你们了 到人儿屋里去吧 我一会儿叫人送茶点过去 赵秀跟方人珠对视而笑 起起起身 向方太太行了礼 告退了 他们去了方人珠的屋子 方人珠看起来精神还算不错 心情也不坏 他已经换上了素担的家常衣裳 要为方艺山这位族叔 福斯玛为期三个月 三个月虽短 但在期限内却是不便作乐的 因此赵秀事先定好的小聚会 他就没办法参加了 同理 曹罗要为舅舅服五个月的小工 也不能参加 赵秀心想 四个人的小聚会 有两人不能来 索性取消算了 方人珠劝他 还有一位蒋姑娘呢 我听说蒋姑娘平日住在天津 难得回京一次 你既与他交好 又怎能为了曹表姐与我便怠慢了他 你只管与他玩笑 我与曹表姐知道朋友们开心 心里也会高兴的 赵秀想想也对 便笑说 好 等什么时候你出了福 又回京了 我再单请你俩去玩一回 方人珠闻嘴笑着点头 赵秀问起了方慧珠的婚事 既要服孝 想必婚期也要推迟的 你们是打算先去挤宁 过几个月再回来办婚事 还是等办完了婚事 再去挤宁呢 母亲的意思是 提前去挤宁 等邱家重新定好了日子 我们再回来办喜事不迟 母亲已经命人 给梅山伯夫人送信去了 只不知道她家几时又回音 说起来她还有些不好意思 先前因为是我们家 想要早些办喜事 问邱家能否将婚期提前 她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如今我们家又说 要把婚期推迟三个月 好像有些出尔反尔的意思 虽然是不得已 可心里还是挺过意不去的 但愿邱家别怪罪才好 他们怎会怪罪呢 这也是应有的礼数 正说话间 院门外忽然有丫鬟急奔而来 匆匆进了正屋 那是方慧珠的房间 赵秀看见了 心中有些疑惑 方仁珠倒是很尴尬 丫头们失礼了 姐姐勿怪 赵秀笑着摇摇头 没什么 刚才那是你姐姐的丫头吗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方仁珠也不清楚 但接下来 她就看到方慧珠 面色大变地 从屋里走了出来 带着两个丫头 急急出了院子 方仁珠连忙起身走到门口 赵秀也跟了上去 廊下丫头们正怯怯思语 方仁珠问道 出什么事了 南山从正屋外头走了过来 压低了声音 刚才大姑娘的丫头来报 说是美山伯夫人来了 方仁珠皱眉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南山摇摇头 姑娘 稀奇得很 美山伯夫人 来给我们太太说 能不能不把婚期推迟 照着原定的日子办喜事 她说 他们家不在乎 大姑娘身上有福 方仁珠和赵秀 都吃了一惊 方太太更加吃惊 她瞪着坐在对面的 梅山伯夫人 半天说不出话来 梅山伯夫人 也露出了几分尴尬之色 她知道 这个要求有些过分 但婆婆拿定了主意 她又能如何 况且 她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 以方家目前的处境 没有理由不答应的 她劝方太太 我知道这么做 有些与理不合 但亲家太太 你知道我的为人 绝不是不知理数的人 我今儿跟你说这个话 也是不得已 你细想想 好好的婚事 日子早就定了 习帖都发了一半出去 忽然说要推迟 亲友们是一定要问的 我要是跟他们说 是因为新娘子的族书没了 新娘子要守孝 因此才推迟了婚期 那亲友们必然会问 新娘子的哪位族书没了 亲家太太 尊秦这身份实在是不光彩 若不是福尚宇那事不相干 我又实在喜欢领缘 这门婚事 能不能做成 都很难说 但我们两家心里是清楚的 也愿意结成这门婚事 可亲友们不知道呀 万一他们问了 知道是个反贼 他们说不定就会觉得 竟要跟个反贼做亲戚 那还能乐意吗 虽然令员是嫁到我们家做媳妇 可平日里亲友间来往 他也是要露面的 这还未出嫁 就先被嫌弃 亲家太太 你我都是做母亲的人 看着自家孩子受委屈 徐欣何忍呢 我发生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